2023台灣燈會除了主燈與周圍燈飾外 在台北城市各處都可以看到企業及民間團體共襄盛舉的燈飾設置 例如宮廟陶器的造型燈 守護民眾整年好運 多家企業也展現各自的創意與設計巧思來響應 首先帶大家來到的是內湖區 這邊看到的就是燦昏實驗 也讓大家非常多年了 一如這次主題燦昏幸福燈籠 希望讓台灣人民的心再次聚聾 讓每個市民可以再次找到幸福的光點 這個三公尺高的燈籠非常的吸睛 到時也歡迎大家現場真的是非常非常視覺上的饗宴 同時在總部也是位於內湖的三商美邦人壽 這次主題是三商美邦淫兔滿堂 透過樹的架構來建構艾莉絲夢遊仙境當中的穿越感 而且搭配了燈光的變化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過節氣氛 在這邊也特別感謝三商美邦人壽來資金挹注主題燈飾 位在東區的這一個是榮榮還有MF 這兩件作品也非常的美麗喔 好非常感謝三商美邦人壽 好接下來我們的目光要來到的是大安區 遠東搜過是東區唯一加入燈飾講義的百貨業 那在中校館的嗨嗨嗨 還有復興館的未來穿梭褲子洞Future Shadow 分比都有這個燈飾的展出 那也請到了國內知名的藝術家吳琦還有成虎來創作 那不僅呢是今年台灣更會在台北燈飾的一個起點 也更是大家打卡必拍的景點之一喔 哇講到這邊呢非常的期待 我也想趕快到現場呢 來去看看這個美景一起來拍照留念 那這個除了拍照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座分次其實都非常的有互動性 那無論是這個Future Shadow 留意的牆面 那或是High High的燈光變化 都會呈現出不斷變化的一個向上空間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帶大家來到的是我們今年的台新金扣 他們是秉持著永續留念來做響應 那屆時呢各位可以在人愛物圓環可以看到這個大型燈飾 璀璨台星 那它結合了數位的創新元素 而且呢非常的有農曆過年的氣氛喔 那希望新的一年都祝大家紅兔大展新享事成 好那麼最後一區來到的是信義區 今天呢全聯世界的作品光耀未來全聯二五 是由創意總監佛建章帶領團隊FRIZE 還有國際知名的土耳其藝術團隊 AUCH一起來合作喔 運用這樣子LED打造迷宮式的光影藝術作品 搭配以大數據喔作為背景運作而變化的這個AI動畫 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呢開啟全聯對未來光彩表演的一個想像 哇看到這個模擬的影片呢畫面就非常的震撼 燈會點亮台北每個角落超過40座閃亮燈光照耀在高樓與巷弄間 與城市完美融合打造精彩盛會 管是我們的登藝吳登星老師 還有我們的澳洲或土耳其的設計團隊 我們的在地的企業們為了我們這一次台灣 這一次在台北的重大的設施熱烈的響應 把大家的智慧實力 我們都投注在這一次燈會上面的展現 比如說剛剛的全聯的光耀未來 那個我很期待看到那樣的一個設計的美感 當然在龍山市的主燈或者是我們在文昌宮 或者是我們城隍等等 這些給我們的不管是傳統的燈飾 也用新的科技實力 就像我們的佛光山或者石油宮 我們所打造出來的不再是大家傳統中 只有很傳統的宮廟的熱鬧氣象 而且也用科技的實力 讓我們大家能夠敞陽在這一次光的台北 那當然還有我們12個行政區一起 在結合我們的主燈、副燈這一些 不同時期的展演時間 那這樣的一個展演呢 我相信在台北23年回到台北的這個台灣燈會 也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用城市型的燈會形式 所以我們這四大展區有一個主燈 我們六個副燈 再加上各位好朋友給我們台灣燈會 所增添的這些光彩 我相信可以透過光的軌跡 把我們所有參觀台灣燈會的市民 國內外的好朋友都可以尋著我們光的軌跡 探索各位的創意無限 除了業者燈視響應外 台灣中油也協助掛置宣傳布條 逛邀各地民眾國外觀光客齊聚賞燈感受美麗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